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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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的一個詞不是雞字 而是偷字 偷字代表他以小博大的行為 肯定是不正當的 小財不出大財不入 但問題是小財付出 沒有大財進去 本身已經是不正當的行為 以為透過一種不正當的行為 去博取更大的收益 結果甚麼都輸了 傳統中國也是一個農業社會 在農業社會裡 養雞養狗是一個很正常的事 養雞就辟邪 屍臣 白天叫大家起心 養狗也是防暴 本來國安其所 沒有事 如果一間家裡 雞又亂叫 狗又亂叫 跑來跑去 搞到一屋都吵圈巴閉 就叫做雞圈不靈 希望新的一年 大家能夠在新的雞年裡 大家都能夠和和氣氣 香港最重要是和氣 才是人的身材 角得其所 做回自己本來應做的本分 整個社會在一個長和的氣氛下 我們才談得上是梵榮和梵子 好 好